徐太后眸子一立扫向宁玉 宁玉苦笑着不说话 说到底就是宁王府失职 而且苏尔姑娘又是在宁王府出的事情 宁王府本就难辞其咎 徐太后眸子扫了一圈 瞧着有些人不平的眸子 似乎在为宁玉打抱不平 他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 因此低声道 苏大姑娘的婚事挨家会想法子的 诸位就不必费心了 苏木槿眸子一领 他的婚事交给太后 那恐怕更加不妥 太后请听臣女一言 苏木槿轻缓地跪倒在地 沉声道 如太后娘娘所说 事已至此 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臣女不是那般不讲道理之人 今天的事情最不在宁世子 只是苏云锦毕竟是臣女的嫡亲妹妹 她和世子已经这般 臣女就是再如何 也不可能再嫁给宁世子 臣女再次请求太后娘娘和陛下 为臣女和宁世子解除婚约 屋里顿时一静 谁也没有想到苏木槿会这样说 按理说被抢了如此出色的未婚夫 她就是不寻死逆活 也该悲伤哀怨 可众人瞧着她 她身上丝毫看不出任何的情绪 没有高兴 意识没有难过 她身上的一层青纱 仿佛是一层朦胧的雾气 那一层雾气笼罩在她的周身 把她身上所有的情绪都吸附进去 令人无法探究 不过 只仅仅这份泰山崩于前 而色不改的从容淡定 已经让在场的许多夫人折服 尤其是屏风之后的长公主 她静静地打亮着苏木槿 心中微叹 不愧是青云和楚柔的女儿 形势这般沉稳有度 她眼神微微闪烁 而在场看着苏木槿的眼神 有讥讽的 有嘲笑的 有疑惑的 有赞赏的 还有痛苦的 苏木槿没有理会众人 落在身上的视线 她仰起头 看向太后徐希枝 毛子里仿佛有什么东西 慢慢地破碎开来 带着淡淡的忧伤和决绝 只是 苏木槿的婚事 就不由太后娘娘费心了 自古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苏木槿自当听从爹爹的安排 太后娘娘日理万机 事物繁忙 苏木槿不敢以自己的婚事 扰了娘娘的时间 还请娘娘收回成命 众人瞧着苏木槿的眼神 只觉得心中一紧 看着她那样的眼神 谁都不能说苏木槿对 宁玉半点感情都无 这分明是伤心到极致的 破碎眼神 然而 只有宁玉知道 苏木槿只不过是在跟她的过去告别 跟宁王府告别 跟她前世所受的一切 告别罢了 她苦笑不止 猴槿再次溢出一抹心田 她脸色一白 声声咽下 轻轻地扶着怀中 她方才遗落的手帕 宁玉轻轻地 闭上了眼睛 此生能再见她一面 本就是奢侈的幸福 现如今到了她该放手的时候了 命运看向楚梨 那个男子平静地坐在轮椅里 周身沉静冷宁 仿佛一柄入了窍的宝剑 她看过去的时候 楚梨仿佛也感觉到了她的视线 抬头看了过来 两人的视线在空气中相撞 一触即分 宁玉在楚梨的毛子里 已经看到了她想要的答案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撩起长袍 也随之跪了下去 宁玉自闻再无颜面迎娶苏木槿 求陛下结出臣和苏木槿的婚约 从此之后 男婚女嫁 各不相干 一句话说得那般艰难 侯剑又一股心气再次移出 她再次吞下去 她侧手最后 毛子含着淡淡的情愫 看了苏木槿一眼 那眼神 似情愁 似解脱 似无奈 又似痛苦 她微微闭上眼睛 再次睁开 已经是一片决然 宁玉从十二岁对苏木槿一见钟情 自此无法自拔 不能迎娶苏木槿为妻 那宁玉从此之后再不娶妻 可男子汉大丈夫 顶天立地 既然毁了苏云锦的清白 自然要担起责任 可王妃是不可能的 若是要入我宁王府的门 只为侍窃 否则宁玉宁可自吻谢罪 亦不愿娶她 楚离浑身一阵 眸子如电地射向宁玉 她一直都知道 宁玉对苏木槿感情很深 但是也没有想到 竟然深到这样大庭广众之下 承诺今后再也不娶王妃 连宁王妃都停止了哭泣 愣愣地从宁王爷的怀里 抬起头来看向宁玉 玉儿 她不知道 不知道玉儿为了苏木槿 竟然可以做到这一步 她以为玉儿对苏木槿 不过是一时兴趣 可如今 宁王妃哭得越发悲伤 如果她知道 玉儿对苏木槿的感情 竟然已经这样深 她一定不会给苏木槿摆脸色看 也绝对不会反对她 迎娶她 这都是造的什么孽呀 哈哈哈哈 宁王妃呜呜呜哭着 恨不得能掐死苏云锦那个祸害 她怒视苏云锦 从来不骂脏话的他 头一次骂人 祸害 苏云锦你就是个祸害 你这样算计我的鱼儿 就不怕糟天钱吗 苏云锦听到宁玉 只肯纳他为妾 却不肯娶他的时候 已经是一脸怒火 此时又听到宁王妃的质问 他猛然抬头 同样怒视宁王妃 宁王妃 饭可以乱吃 但是话不能乱说 你口口声声说我算计宁世子 那您就要拿出证据来 当着陛下的面诬陷我 你欲于何为 宁王妃气得胸口声疼 指尖颤抖的指着苏云锦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剧烈的喘息着 那眼神恨不得掐死他 苏云锦毫不畏惧地 仰头看着宁王妃 今天不管是中间出了什么差错 也不管是谁算计了谁 他总也算是求人得人 只要能嫁给宁玉 能进宁王府的门 能看着苏木槿挥败的脸 不管是做妻做妾 全都是值得的 宁玉既然承诺了今后不娶王妃 那他就算是妾 也是府上最尊贵的女人 谁也不能给他摆脸子看 他也相信 只要朝夕相处 宁玉一定会爱上他的 因此他抹去眼泪 同样拱着手对宁玉道 陛下 苏云锦自愿入府为妾 此话一出 众人哗然 谁也想不到 这个苏云锦竟然这个时候了 还能愿意嫁给宁玉 一个堂堂一品大员的嫡出之女 入宁王府为妾 这若是传了出去 苏太夫岂不是要沦为京城中 所有人的笑柄 难道这个苏云锦在府中的时候 都没有受过教育 不知道 对于一个府邸来说 名圣比性命更重要吗 他丢了清白 原本就应当以死谢罪 这样才能保住府上的名望 也才能保住自己的名节 若真是那般 他就算是死了 也不会再有人苛责于他 可他竟然趁火打劫 非要驾到人家的府上 今天这事儿落在谁的眼里 都是这个苏云锦自作自受 不止这样 面对宁王妃也就是自己未来的婆婆 竟然如此不静 真真是混账东西 这一会儿 别说苏云锦沦落为妾 就算是让他做了宁世子的通房 屋里的人都觉得是委屈了宁世子 人群中却有一女子 恶毒的盯着苏云锦跪在地上的身影 这人当然就是安宁公主的妹妹 张倪然 他冷冷的盯着苏云锦 那恶毒的眼神几乎要吞噬掉他 方才跟他说苏云锦哪里哪里不好 引起他的同情 让他去想办法对付苏云锦 结果呢 他自己坐收愚人之力 竟然跑到了宁玉 这里算计宁玉 这女子简直是可恶之极 比那个宁玉震惊的未婚妻 更加让人恶心 张倪然死死地咬住牙关 苏云锦今天你对我的算计 改天必然双倍奉还 宁玉眸子微良 他也没想到 这个苏云锦竟然如此不顾身份 直接宁愿入宁王府为妻 他眸子里闪过一丝杀气 这个苏云锦果然是留不得 要不然绝对能把宁王府搅得一团乱 可眼下的局势 却容不得他找理由杀了苏云锦 旁人只会觉得他偏袒阿玉 他抿了抿唇 只能强压下心头的怒火 既然这般 那从今天开始 宁玉和苏云锦的婚事就此作罢 既然苏云锦自愿入宁王府为妻 那即日起 陛下 太后徐希之猛然开口 止住宁义没有说完的话语 他冷漠地盯着地上跪着的几人 语气微凉 陛下解除宁世子和苏云锦的婚约 有情可原 可是苏云锦毕竟是苏太傅的嫡出女儿 虽然是次女 可到底是身份尊贵 让他入宁王府为妾 恐怕不太妥当 还请陛下三思 要他看来 宁玉要娶苏云锦 不是非要让他作妾吗 不作妾宁可死 死了才好 这样的话 宁王府肯定会和苏太傅一家交恶 两家如果能反目为仇 他岂不是更加容易各个击破 因此他非要逼上一逼才行 最好能逼死宁玉 再好不过了 徐太后毛子在屋里转了一圈 落在了徐傲的身上 徐傲瞧着自己姑姑投来的视线 微微一笑 他上前两步拱手对宁义当 陛下 太后所言有理 苏二姑娘身份尊贵 她若是入了宁王府为侍却 岂不是直接打苏家嘴巴子吗 还请陛下三思而后行啊 徐傲这话一出 朝堂上支持太后的官员家眷们 都赶紧低声附和 一时间屋里变得嘈杂起来 宁义的脸色顿时铁青 他认认真真的把出阳开口的人 一个个全都记下来 踏日必要的时候一举铲除 好 好 好